我的分享是想要分享 见证一个家庭的伟大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做第一个人 而我很乐于成全 不只是成全我所带领的人 我更爱成全带领我的人 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当他们得到掌声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得到满足 这两天或者说这一个礼拜对我来讲 其实是非常非常忙碌的schedule 忙碌到一个程度 其实我完全的 我的讲章是用手写稿写的 我完全打不进电脑里面 因为没有时间 昨天光为了这四个字 能够现在正正地在那个上面 你知道吗 六个钟头 各位 六个钟头 non-stop 要让这四个字能够平平 然后不会有歪的 然后距离刚刚好 六个钟头 我们就看到两个女生 这是花店的 我们请花店来 那她两个 后来我们还跟她聊天 她是大学生 她们从下午五点就开始弄那个字 弄到晚上十一点 然后每一次她拉上去 我说神啊 就这一次成了吧 然后就成了吧 然后那个字就偏偏就 歪那么十度 你这歪十度 你就看起来 你就觉得怪怪的 所以到最后 她们真的就都 然后她们都笑笑说 那还要调整吗 我说yes 然后她们就很nice 说 哦好 那我们这边再调多少 我说 嗯好 加油 我陪你们 然后一下来 刚刚调了十度 现在反过来要调二十度 但是你知道吗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人生 常常要不断地adjust我们自己 其实是为了对齐别人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 我们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对齐别人 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吗 我们对齐别人 为什么有什么必要呢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就是想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不行 哪要去对齐别人呢 但你知道吗 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家庭的里面 祂不是让我们孤单的一个人 神没有告诉我们说 你的呼召里面只有你 记得当整个 将要成为主人牧师的时候 我的facebook就写进来说 信众牧师 你为什么不表明你的身份 让他们知道 你现在应该在国度里面 而你不应该继续在教会里面 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是谁哦 但是他还相当prophetic 他知道我的里面是什么东西 其实当整哥讲到他的使命宣言是 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 在我的使命宣言里面是 带领宗教会脱离宗教的捆绑 进入自由 认识自己真正的身份 但是这一件事情 它是我摆在第二的 你们听好哦 是我的使命宣言哦 但是我却把它摆在第二 我的第一 是成全我的兄弟 他们都各就各位 我也就各就各位了 很多时候你可能不能明白我在讲什么 但是神却用四十多年在磨练我的生命 教导我 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我都有我自己很独特 或许也就很跳跃式的思想 但是在各样的跳跃性思想的里面 我却认出了我自己 不是那个最重要 或应该讲 不是那个第一的leader 而我是一个assist的leader 而在这个assist的里面 你要学会所有主要leader都会的东西 因为有一天 他突然间要你说 嘿 你来 现在来帮助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能够站立在那个地方说 OK I will help you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同样的你看到圣经里面 当我们在讲 男人之后又创造了女人 很多的时候 我们说女人是帮助者的时候 我们在婚姻的概念里面 我们就认为 女人好像是排第二的 但是今天我要你扪心自问 问自己 有哪一个人 你想要找一个helper 来帮助你的时候 你要找比你弱的 你要找救兵 你会找比你强的 还是比你弱的 一定是要找比你强的 所以今天在婚姻的里面 为什么 神教导 男人 爱女人要像耶稣为教会舍命一样 你知道那是一个真实的敞开 那是一个真实的愿意 所以爱我愿意 刚刚整个歌讲的时候我就想到 我们应该用这首歌来护照 OK 所以今天 我也喜欢是after you and after you的个性 我喜欢的是光哥你讲你讲你 然后你往前冲就好了 那我再看看哪里需要补 你一跳进来的东西我都完全不碰 他不跳进来的东西我全部都做 然后我做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要管的时候呢 我就退了 而在我记得在 我今天讲的会不会有太跳跃 但是anyway 你知道没有讲稿 OK 好 而在瑞典的时候 刚刚我们讲的是同学会 你知道在瑞典的时候 我跟神祷告过 神啊给我七个先知性的人 到我的生命里面 按手的时候 告诉我要服侍这个世代 不然我不会出来全职的 我可以先念Bible School 但是我不会全职 我等到七个印证全部都有的时候 我才会正式的出来 而你知道吗 在瑞典就有四个 而你在瑞典的 这个我们念圣经学院的过程里面呢 这四个预言几乎都讲到同样一件事 就是你不是第一人 你是第二人 我不知道你听到你生命的预言里面 你是第二人的时候 你不是第一人的时候 你很爽还是你不爽 但是你知道这个预言是需要你生命去消化的 是每一个人都要在赛跑的过程里面都要得第一吗 那么第二在哪里呢 第三在哪里呢 难道这个全世界的人都要跑在那个最前面的位置 才叫做有荣耀吗 还是如同亚文姐所说的 你也拿到了invitation 你的invitation跟整真哥的invitation 显得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接收到我的invitation是神要我assist 而这个assist是我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calling 而当我fulfill了一个配角的角色的时候 其实我演好了我主角的角色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配角都是不重要的 我们总觉得只有第一女主角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其他的男配角女配角 或者各样的甚至是路人的演员 怎么成就一出剧 是让每一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感动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拿到invitation 这个invitation是神客制化的写给你 而且是用他手写的写给你 而今天你是否有接下来 而且你好好的读你生命里面神所呼召你的事情 而他给你的邀请 是否你也说我决定要来复约 当你知道你被邀请的是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选择在各样看起来都很美好的事情里面 你会做对的选择 就是不要去真敬 也不要去勉强自己 因为每一个人生命的呼召不一样的时候 如果是你要自己扛起来你以为的呼召 或者你以为的意向 你将会被那个压垮 但是如果你走在神给你的invitation里面的时候 神给你的invitation里面所讲的job description是非常清楚的 而当你拿的时候说yes I receive it的时候 神就说I empower you 你知道神当他授权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里面自然而然会拥有一个恩膏出来 而那个恩膏所涌流出来 就是让你能够手中所做的事尽都顺利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情这么困难 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地想要 像世界一样所告诉我们的成功的定义 然后我们很努力去做 然后结果最后我们burn out 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对位置 我们没有看到那个invitation 我们不想要按照invitation去赴约 我们想要有自己的invitation 二十年前我们都在瑞典念书 然后前天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同学呢 就记得不晓得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档案 记得二十几张我们以前的照片 然后我就传回去给他说 请你销毁 他就回我说为什么要销毁 我说这个照片能看吗 亚文姐胖得跟什么一样啊 都快要我要唱原亮的脸 慢慢地在改变 然后我看到我那时候 因为你知道我们去瑞典根本是没有钱 什么剪头发 我只有两件外套 我一年只有两件外套 现在我有超多外套 那一年里面只有两件外套 只有两条裤子 然后大概几件衣服 就这样称一个零下二十度 然后我还回来问整人哥 我前几天还 这上个礼拜我问整人哥说 零下二十度我们到底怎么活过来的啊 他说那个当时比较干 干冷大概还活得过来 你知道就感觉穿着没有差很多啊 我们那天在台中 怎么感觉冷成那个样子 在那个瑞典的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每一次我们有四个华人 全校只有四个华人 或者讲那个城市 大概也只有我们四个华人 然后呢 我们天天聚在一起为彼此祷告 而且我们还会为光哥祷告 当时光哥已经去墓长 我们非常频繁地聚集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常常有一个下午的约会 那个下午的约会 也就是造就 雅文姐为什么会变胖的原因 我们都叫做fica 在瑞典文里面讲fica 就是在早餐跟中餐中间会有一个 要怎么翻译啊 点心 点心 好 所以早餐到中餐中间会有一个fica 然后呢 中餐到晚餐中间 还有一个fica 所以呢 我们就从早上一直吃到晚上 只要我们有聚集的时刻呢 我们都是一直在吃吃喝喝 祷告分享 吃吃喝喝 祷告分享 我好享受那一年啊 我每一次常常做梦 梦到我可以回到那一年的里面 那一年我的生命里面 没有任何的需要负担的责任 在那一年里面 我只有一个责任 就是我要紧紧抓住神 我感觉我的兴起可以导向生命培训学院 对对对 A小福记者接下来将会有线上学院 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报名 我们只要十个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拿到证书 九个半月 比生培少半个月 生培只有九个月 然后就在那个 你知道我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我要紧紧抓住神 而每一次紧紧抓住神的那个moment的时候 我们都会 我们可能彼此 我们在祷告过程里面 可能我们会流眼泪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嘻嘻哈哈 我们是很真实的 完全没有宗教在我们里面 我们超级真实的面对彼此 我们超级真实的去看到彼此 我们也超级真实的敞开自己 我还记得有一天 我去住神哥的小木屋 然后小木屋是要爬上 就是那一间里面 然后要爬上去才能睡觉的 然后他睡床 我睡地 然后呢 在那一天晚上 我们聊得很晚很晚 很晚很晚很晚 然后那一天 我觉得我们聊到了生命里面 很地步很地步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他谈成 我生命里面有一些弱点 跟一些需要他能够陪伴我的地方 你知道吗 这就叫生命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敞开来谈生命 当然我没有鼓励你 要一次跟十二个人到十五个人讲说 这是我的生命 我要告诉你 我这超级糟糕的 我没有这样鼓励你 但是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信任的人 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当你建立这个关系 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常常要帮助你 能够越来越像耶稣的方式 就是借由你周围的朋友 你生命里面需要有对齐的人 你不要说 我只要对齐神就好了 我不需要对齐人 因为我是神的儿子 神会自己教导我 神会自己引导我 但是让我告诉你 神常常会借由你旁边的人教导你 借由你旁边的人引导你 神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 摆下走在你前面的人 你要好好的能够跟随 神也同样一定会托付你一群人 是跟着你的 是因为你生命里面 已经战胜了你许多的 你过去软弱的地方 以至于你要回头建造你的弟兄 所以对齐人这件事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对齐人的过程里面 如同哲人哥所分享的 野宴的这样的一个飞行 前面会有一只野宴 它是要承受最大的风阻 它要承受最大的难处 我知道哲人哥所要面对的 不是我生命可以面对的 当他在跟我分享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就默默地为他祷告 特别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在台中的时候 我们分享了一些东西 当我听到哲人哥要面对挑战的时候 再看看我要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都是不一样的挑战 但是都一样的艰难 但是我知道我扛不了他面对的困难 他也没有办法取代我在面对的困难 我们都要一起学习交托这件事情 因此那天我开车载着他的时候 我跟他讲了一句话 我跟他讲说 看起来我们是没有办法 承担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教会是耶稣的 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好好的睡觉 因为我的医生已经警告我 每一天没有睡六个钟头的话 我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好 所以我开始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照样去睡觉 听得懂意思吗 今天的信息叫做照样去睡觉 反正下标下得越好 就会有越多人来点阅 OK 就是去睡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清清楚楚 你生命的呼召是什么 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 你要知道你一定有对齐的人 然后你就是去睡觉 你不要一直用你的脑袋去思考 我要做什么 我要去impress谁 然后我要站到什么位置 那一些东西神早就预备好了 神早就预备好了 神在你还年幼的时候 祂已经呼召了你 祂已经预备好一切了 所以你不要走出了 神呼召你的计划 然后你进到了一个 一个以为的purpose driven 那这个purpose driven 其实是你自己给你的purpose 所以你的目标导向是一直走在一个 你给自己设立的目标 而不是神给你的目标 今天世界告诉你 你要跟随着你生命的目标 然后你就能够走到成功 但是今天生命的目标 永远回到创造者 因为你怎么被造的 你要回去问你的创造者 祂怎么造你的 你不要一直跟你旁边人比较说 他会做这个 他也会做这个 那我就要向他 然后我要努力向他 那么最后你就变成四不像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你的未来 每一个人你都收到属于你的invitation 今天你是否愿意来 赴神邀请你的约呢 今天早晨 我发在我的群组里面 发了许多 要邀请大家来一起来观看 这个十点 早上十点的这个主任牧师交接礼拜 当我提出这个邀请的时候 我说 其实或许有很多的青年牧区弟兄姐妹 你很年轻 或者你对这个教会来讲 你是非常年轻的 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参与过在过去的 这四十年的这个历史的里面 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跟光哥 哲人哥 我们是从教会的林梁 在宣教大楼那个地方是一个平房 那时候只有一层楼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因为周爸爸在1978年 1977年接任了主任牧师 他本来只想要接一年 他就要赶快离开 因为他不想要做主任牧师 他觉得耶稣很可爱 教会不可爱 但是呢 他一接了之后呢 他每一年都在提辞诚 辞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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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过了二三十年 神给他了这个invitation 他一开始 他没有想要接受这个invitation 但最后他发现 其实他真正的invitation 是神立定给他的 是他有的心胸 他有的眼界 他的开阔 是台北脸床 今天可以看见 世世代代走在一起 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早上发 我回答 我今天早上发出去的那个 我讲说 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有好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旁边 可能来到整个的旁边 到光哥的旁边 或到我旁边说 嘿 你们要不要出去建教会 你们建造教会会更加的荣耀的 赶快趁着你们最有能力的时候 来建造教会吧 但是我们就很一致的 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只会在这一间教会 因为这是我的家 我会努力在我的家里面生长 不管我们可能有三代跟四代 要一起同行 甚至一起co-work这件事情 是非常困难的 容许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是不容易的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的 communication是不容易的 因为每一个世代的想法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次我们挫折的时候 我们会彼此分享 但是我们又再努力地往前走 因为当一个家庭 永远不可以说分裂 当你认为你是一个家里面的家人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说我不要你了 你要说我们持续地往前走 这就是Denis Hill所写的 一路爱到底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往前走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要不要转向你旁边的人 跟他讲说 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你绝对不是孤单的 当你拿到invitation的时候 你知道吗 神给你旁边那个人的invitation 很有可能是跟你完全连接在一起的 你在旁边的那个人 他的invitation里面所写的东西 他个人看的时候他看不懂 但是他跟你旁边的人的invitation 全部拼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神写的是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 他邀请了所有家中的人 都能够一起进来 我想到了一段经文 我们来翻这段经文好了 我念给你们听 因为PPT没有了 OK 刚刚整个在上面 亚丸姐在上面讲的时候 我就赶快还好找得到 有必要这样讲给大家听吗 我是真的看不见 我真的要照顾我才看得见 OK 好 马太福音 22章 好 我念给大家听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王 为他儿子摆设取亲的宴席 就打发仆人去 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 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 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 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 牛和肥絮已经宰了 各样都齐备了 请你们来复习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田里去 一个去做买卖 其余的拿住仆人 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 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松手 烧毁他们的城 于是对仆人说 喜宴已经齐备 只是所招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 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 你知道王已经发出这个 invitation了 他邀请你来复约 这个约是一个荣耀的约 你要坐在桌上 而且那个桌上的椅子 每一个椅子都写好了 你的名字 他邀请你 要来复这个宴席 但是竟然有一个人说 我太忙了 我不能去 然后他就去他的田里面 也就是他的工作 他继续他的工作 另外一个人去做买卖 也是继续去追寻他的梦想 而其余的人更不OK 他们是拿住了这个传话的仆人 然后凌辱他 把他们杀了 今天 我就如同这个仆人一样 来到你们的面前 希望你们不会杀了我 但是我把invitation 现在要交在你们的手中 如果你们数联的眼睛 现在可以看得见 神正在把 你personal的invitation 摆在你的手中 祂在邀请你来复 这个宴席 这个宴席是永恒里面 所注目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而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带来的叫做全地的复兴 而你在其中吗 你需要对其神 你需要对其人 你需要对其领袖 你需要对其你旁边的朋友 你需要对其你所带领的人 对其就是各就各位 对其就是看见别人比自己强 对其就是我们愿意一起携手合作 对其就是说 为了神 我们什么都可以放下 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 以至于我们走进我们personal的call 这是属于我个人的呼召 而我个人的呼召 在一个团体的呼召 在一个团体的呼召里面 因为当我回应了个人的呼召 我就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发挥了功效 而发挥的功效 我就荣耀了耶稣基督 好不好 邀请基麦团可以来到台上 我最后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这个回应师哥的里面 让我们一起进到这个呼召的里面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更像耶稣 因为耶稣说 我只做我父做的事 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 今天耶稣他对齐了父神 今天他同样发出那个邀请说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们也在我的里面 神邀请了我们一起来对齐这件事情 神邀请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父的里面 而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在父的里面 我们要彼此各就各位 彼此对齐 我们要更像耶稣 Amen 让我们一起从我们座位上面起立 还来不及出来没有关系 慢慢慢慢来 对 因为今天太自由了 因为今天是一二三自由日 今天自由到一个地步 光哥或者哲人哥或姚恩节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 你都可以上来 反正今天我们是一个团队 Cowork 没有稿子这样好棒 那以后都不要稿子了 今天耶稣在问我们 你是否愿意赴宴席 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 人还没有到 变我要自己唱 有了吗 好可以了 我们来 我们来 就此给我 情节的心 紧紧的随理 我恨不跟深爱你 因你一生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我祝你对我呼召 每一天在淋没 更多静静地我愿 这一生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 一生更随你 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静静跟随你 我靠慕 更深爱你 因你一生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我祝你对我呼召 每一天在淋没 更多静静地我愿 这一生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主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 天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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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 这一生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 天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今天晚上你是否 向神祷告一颗清洁的心 这样的清洁 是圣灵的果子 这样的清洁 是确定自己的位分 而不是跟别人比较 这样的清洁 是直奔跑 向神给你的邀请 这样的清洁 是对这地无所求 但对神求完事 今天你是否能够跟神 求这件事情就是神 给我一颗清洁的心 好叫我能够与你对齐 好叫我能够与人对齐 好叫我能够 让我跟家人对齐 也让我跟属灵的家庭对齐 好吧 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为着你自己能够来对齐 为着你里面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že 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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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 偕 偕 偕 � ll T 祝 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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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祕 偕 偕 最直接 最個人的邀請 我們走進到他為我們所預備的呼召 還有命定的裡面 今天的幕區你知道 你看見 在我們當中有三個人是完全不一樣 哲仁哥是從小 他就是知道他的呼召 然後呢 他是擁抱他的呼召 他是巴不得趕快進到這個呼召的裡面 然後信中哥呢 是他需要跟神確定要有七個印證 然後呢 才能夠就是很確定的走進到這個呼召裡面 光哥一輩子 沒有一輩子啦 25歲以前我都是在逃避這個呼召 我在逃避神所各位的命定 我說我絕對不要做牧師 我絕對不要全時間出來服侍神 我就是不要 你看喔 三種人完全不一樣 可是神說我都有方法 我都有辦法 我都可以得著你 我都可以讓你可以走進到我為你 你知道當神想到你的時候 祂是在永恆的裡面想到你的呼召 你的命定 祂是 祂是想到你的位置的時候 祂是那個位置是祂量身為你定做的 光哥 智能哥 信鸿哥我們 都會接下來會在不同的一些的位置 崗位的裡面 但是我們都一起要來建造神榮耀的教會 所以今天我也要邀請你 神有在這個家裡面 神有為你預備一個位置 在你的命定 你的呼召裡面 神有為你預備一個位置 但是只有你可以來回應神 真的 只有你可以來回應神 不是因為你的小組長要你回應神 不是因為你的屈幕要你回應神 不是因為你旁邊的小組員說 你就跟我們一起去好不好 不是 這是一個神非常個人的 非常個人的 針對你的一個邀請 針對你一個邀請 說你願不願意來赴這個宴席 你願不願意走進到 我所為你預備的這個呼召跟命定的裡面 當我們在這一季裡面 講到對齐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神給你的呼召是什麼 你必須要知道神給你的命定是什麼 然後我最後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的命定跟你的呼召 一定是跟你所委身的家有關的 跟你所委身的這個家是有關的 你有沒有扎根在這個家裡面 你有沒有與神 與這個教會 放在這個教會裡面的意象 跟使命對齐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連在一起的 你的呼召 你的命定 你這一輩子 你要為神所做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連結在這個大家庭的意象的裡面 所以當我們講到 你有沒有對齐 你對齐了嗎的時候 你對齐了嗎 你對齐 你對齐了沒有 我要你去思想這個部分 神正在邀請你 好不好 最後我們把我們的手放在我們的心上 讓我們為我們自己每一個人的心來祷告 光哥何等的渴望 我們不是因為別人 我們不是因為環境 我們不是因為別的壓力 而是因為從我們的內心的深處 我們說主你向我們來顯明我生命當中的呼召 我生命當中的命定 主啊 當你發出這個聲音 主啊 當你給我這封信 主啊 當你給我這個訊息的時候 主啊 讓我來回應你 主啊 讓我對你say yes 主啊 讓我對你 主啊 讓他能夠來回應你 主啊 讓我謙卑我自己 主啊 一直一直 在我的生命當中你的心意可以成就 我們同聲開口為我們自己來祷告 那我們一起成就 就与我同心抱住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笔 何故你心意一生跟随你 我连这一生跟随你 就与我同心抱住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笔 何故你心意一生 一生跟随你 今天我觉得我要把麦克风 最后要交给主任牧师 你知道第一天上任的主任牧师 做祝福祷告 一定是充满恩高的 所以在2021的一个开始 由我们的主任牧师 来给我们祝福 好不好我们一起 举起我们的手来领受 主任牧师要给我们的祝福 福士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你不是只是在呼召 主任牧师跟你对齐 就会进到这个位置里 主你在呼召太平亮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今天下午透过你的话语 对每一位青年牧师 对每一位青年牧区的弟兄姐妹 主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呼召里面 我们有分 在这个就位的invitation当中 我们每一位都有分 主让我们不轻看 你所给我们的邀请 主因为当我们回应这个邀请 主接下来 我们将与你同行 看见你成就 那不可能的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父神因此我向你来祷告 主今天在影片当中 看到众牧长同工为我的祝福 父神我向你来祷告 不只是为我个人的祝福 也是为我们教会的祝福 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祝福 因此我们说 但愿主耶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对你的回应 都是yes 让每一位台北林洋堂青年牧区的弟兄姐妹 都各就各为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耶稣的圣灵 阿们 阿们 把这样的掌声归给神 把掌声归给神 把掌声归给神